一具赤身裸体的美艳女尸 一种稀奇古怪的跪拜姿势 一块包裹头部的奇怪玉巾 一张高度腐败的女性脸庞 这是巫术献祭还是故弄玄虚 如此这般的埋似手法 让办案多年的民警都感到大为震惊 越骗无数的原宗也表示完全看不懂 这案子到底要怎么破 白天不懂黑的夜 原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5年8月23日 地点江苏灌南县颐和堂 为了让菜地的菜苗轴壮成长 老李准备拉点热乎的人体肥料 正要解开裤子 一块心巴的土堆映入眼帘 老李心想 我平时拉的肥 一般都在菜地旁边 怎么会跑到这里 难道是那天喝多了 埋错了地方 于是他就用那双单身 50年的双手开始跑 准备挖出来一个位置 没挖两下 眼前白花花的东西 让老李当场拉了满满一裤裆 老李定睛一看 这绝不是自己埋的肥 这到底是谁 连钉都一起埋了 也不敢继续再往下挖 赶紧跑回家换一条裤子 顺便报了警 接警后 灌南县民警闪现到达报案现场 保护好现场以后 干警们就拿起铁锹 在特别大的菜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呀挖 终于一具赤裸女尸赫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个个人物品没有 只有这个一个浴巾 这个浴巾是一个一面红 一面飞的 在浴巾的两边 一个有两条小鱼 还有一边有七条小鱼 就是有单油的浴巾呢 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尸体被掩埋的怪异姿势 令现场民警都感到大为震惊 全身赤裸 朝天翘臀 头过浴巾 九条小鱼 这样的奇特造型 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某种巫术陷阱 还是故弄玄虚 这也让民警们百思不得其解 但有一条可以肯定 这一定不是自杀 更不可能像牢里说的 拉屎的时候把自己给埋了 是不是就是周边就是第一现场 事情之后就是就地埋屎 还是从外面晕过来 这个当时想了很多 看来要从尸体上找到更多线索 只能问大法医 看能不能让尸体开口说话 经过法医的解剖分析 确定了死者三十来岁 生过孩子 还做过蓝尾炎手术 死者的死亡时间在一周左右 除此之外 埋尸点周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线索 民警不得不向外扩产搜索范围 很快 一组不太明显的车轮印被眼尖的民警发现 经过专业的测量分析 车轮印来自轿车 这荒郊野外的 当地村民肯定不会开轿车过来 要来也是三轮农用车 所以民警当即一排大腿 这就是抛尸专用车 老刑警会跟我们说吗 远抛进埋吗 他肯定是 不可能说是外地人 专门跑 跑到这边 他最起码就是说 相对对那边 他相对熟悉一点 远抛进埋的理论 评论区都知道 为什么凶手不知道 民警对附近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然而并没什么用 与此同时 上海的一个名叫邵卫民的男人 报警称 女儿邵美滑丢了 像平常三天两头女儿 都会跟自己有通电话 而如今却是怎么也联系不上 邵美滑本身就不是一窄省油的灯 前脚刚离婚 后脚就找了个小白脸 成天泡在游戏厅 不务正业 也不去挣钱 只知道游戏人家 孩子扔给老爹 自己就去了 说回那个小白脸 他叫尹小刚 在奉贤驱租了个小房间 跟邵美滑成天在一起研究坤自觉 邵美滑失踪后 邵卫民就找到尹小刚 则问他女儿去哪了 然而这伙是傻子问路 一问三不知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传来了消息 通过盖了帽的DNA大数据比对 终于确认了失源 死者正是邵卫民苦苦寻找的女儿 邵美滑 之前他因为为赌博提供条件被处理过 复理由他的DNA成本 我们确定了失源 我们就可以失源 我们就可以对他 借我们的情况 人家借我们的情况 矛盾的关系 活动的诡计 我们进去调查 知道了死者是谁 接下来就要搞清楚 为什么一个上海人会 无缘无故出现在连云港 很快 民警在一个宾馆监控里发现了端倪 监控显示 8月6日晚上9点多 邵美滑和一个神秘男子正在开房 两人抠抠嗦嗦举致亲密 不是情侣就是朋友 另一方面 民警通过调查邵美滑的车辆轨迹发现 该车在8月17日及18日都到过抛尸现场 而驾驶员都是同一个男子 副驾驶都无旁人 通过追踪车辆形式轨迹 侦察员还发现 8月17日凌晨两点多 买车又来过这家宾馆 同行的也是一男一女 然而男子还是那个男子 女子却不是那个女子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 这个一看就不是受害人 因为受害人和他的体貌特征 抓牌的就是头部就明显不符 很显然这个男子的嫌疑那是相当的大 那这个神秘的男子会是谁呢 没错 必须就是邵美华认识的小白脸男友尹小刚 通过民警的摸底调查 正是后来跟尹小刚开房的女人 则是她的前妻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一个县女友 一个前妻 同一间宾馆 开房开隔壁 这是唱的一台什么戏 警方立即对两人进行抓捕 然而尹小刚已经脚板心抹猪油 溜至大吉了 民警最终找到了尹小刚的前妻陈燕燕 陈燕燕交代 她与尹小刚二人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也为双方合的来 二人迅速完婚 结婚刚满一年 也为双方合不来 二人又火速离婚 离婚后 二人关系反而更好了 时常相约酒吧 继续探寻生命的起源 尹小刚也多次说过想复婚 而陈燕燕也觉得想法不错 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心里是这么打算 但是嘴上没有风化 她跑 她追 她使尿一堆 在强大的天网面前 尹小刚任你在刚 也逃不掉法王会会 最终尹小刚在广东珠海被申请 在大量证据面前 尹小刚低下了罪恶的头 据尹小刚交代 2015年4月的一天 其与邵美华在游戏厅一起打斗斗 打着打着 二人就打起了扑克 评论区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这打扑克是真的费钱 加上邵美华又没有工作 尹小刚已放高利贷为生 又经常收不回欠账 于是 二人因为钱的事大打出手 尹小刚也开始慢慢觉得 野花没有家花香 想着找机会彻底甩掉邵美华 终于 案发当天 也就是8月15日 二人先是文斗 继而上升为武斗 最终尹小刚终结了邵美华的生命 按照男人编织带 女人行李箱的标准配置 他把邵美华的尸体 装进行李箱 塞进车里 而后又开车到无锡 带上前妻陈艳艳就去了连云港 之后又是各种开房 各种到处溜达 妄想通过这种方式 制造一个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 另外 按照恐怖电影理学的手法 故意把尸体掩埋成一种诡异的姿势 以此来扰乱民情的判断 然而 还是那句老话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不想承担责任 不愿承受后果 最简单的方法 有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别干 别干就完了 另外 打野风险极高 要三四而后行啊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